今日上午,与韩国媒体消息,韩国经纪公司Cube发表声明,正式辞退了金勋雅和金晓忠两位明星。 消息一出,瞬间成为关注焦点。 声明人们,大家好,我们是Cube公司,Cube决定辞退其下一人渲雅。 金晓忠,沃斯在艺人管理方面一直把互相之间的信赖和信任放在第一位,经过多次的讨论和哭闹之后,觉得与薛良和金晓忠之间的互相信赖已经不可能恢复了,因此做出了江二仁慈退的决定,向一直陪伴着两位艺人的粉丝们致以真心的感谢。 谢谢大家,主要原因就是金学良和金晓忠的恋爱原因,作为公司前后备关系,同时又作为公众人物。 当初恋爱消息曝光后,经纪公司就否认了二人的恋情,并利用公关能力将整个热度压了下来。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,二人最后却选择了公开,直接打了公司,显然不给面子。 随后,公司决定辞退二人也算是相对合理。 在金逊亚和金晓忠辞退的消息曝光后,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计。 部分网友也表示,心疼逊亚,小编只能说,韩国经纪公司真的惹不起。 但是金逊啊,作为如今当红宝小明星,这么多年一直给公司赚钱。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,直接辞退有点太狠了。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?喜欢小编的文章欢迎关注,第一时间带来最新娱乐姿势。